今天中午跟我妈视频,我妈说有点头疼不舒服 下午呢我不放心又跟她视频 她接了,说想吐头晕 我现在担心她会不会痒了 因为我妈有基础大病 以前老易血过,留下后遗症了 平时会毫无征兆 突然无缘无故就会晕倒 新冠对于有基础病的老人来说还是要重视的 前几天还在网上刷到一个30多岁的年轻人 因为自身有基础病,痒了以后就走了 所以傍晚我就给我弟发信息 我弟是一个人在外地工作 我跟他说让他这几天请假 他跟弟弟自己带两个孩子几天 不管我妈是不是痒了都让我妈休息几天 谁知道没一会儿 我弟说他在外地也发烧了 估计他痒的概率也大 因为我妈现在还没有发烧 我弟呢年轻,我倒不用担心 就是有点不放心我妈 就这几天,我好多亲戚 还有很多认识的人现在都是痒了 几乎现在每天都有好几个人发信息 跟我说他痒了 感觉这一下子放开以后啊 痒的趋势很猛 之前一起工作的一个朋友 说他们公司现在三分之二的人都痒了 快递呢也是处于半瘫痪的状态 打包人员加快递小哥也很多痒了 快递呢停滞不前 等大家熬过这个阶段 接下来就会春暖花开了 今年过年比较早 挺过接下来的三四个月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我离回国的脚步也越来越近了 估计五六月份 我可能就可以买机票回国了 不需要隔离 三年多了 终于是看懂希望了 真想自己啊 一下子就能回国 自从我结婚以后 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在父母身边 陪他们一起跨年了 我妈经常会说 每年过年的时候 家里就缺我一个 明年2024年 中国农历跨年的时候啊 我一定要在家里 跟我爸妈他们一起过新年 最后祝正在养的朋友们 还有没有养的朋友们 都好好的 迎接下个月的农历新年 新的一年 新的气象 新的气城 日本的话小学 快放寒假了 现在是下午三年左右 老大打电话给我说 他从学校拿很多东西回来 让我去接一下他 日本的小学放学真的好早呀 走这边 你基本上是每天笑 哥哥来了 两点半三点半 不知道国内现在小学 几点放学 太重了 你的口罩鼻子没有戴好 好重啊 这个书包 里面放的什么东西 你哥哥来了 对不起 对不起 嗯 噢 走 我在这儿 好 怎么回事 我能走 Hiro Hiro,很厉害嗎? 很厉害 很厉害 Hiro,可以嗎? 可以 可以嗎? 走吧 終於到了 辛苦了 你這個書包是真重 真的重 你看你弟弟好認真 媽媽,弟弟真可愛 給你拿東西 但是你等一會兒那個 東西還要準備一下 先把東西拿回家 先給媽媽把東西 你的東西都給我了 有典型的愛哥哥 你媽媽就沒關係了 看一看 看一下弟弟 把弟弟帶到公園 等媽媽 你上去吧 嗯 嗯 去吧 你找我一點 你去送哥哥吧 他要送哥哥去 不行吧 看一看,等等弟弟 還有兩分鐘 好 OK 他是想去學員 自己去玩一下呢 還是真的想送哥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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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拜拜 好,我去吧 媽媽,我去的 但是,我去的年輕二回合 不,不,不 今月,我去的年輕一回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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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不,我去的年輕 緊急,我去的年輕 知道嗎? OK 好,好 我去的年輕一回 我去的年輕一回 你好 我們家這兩個小東西吧 性格都挺活絡的 看到人都會打招呼 鄰居在打掃 院子的落葉了 嗯 等會我也要打掃一下 我家對面沒有人住 所以公園的落葉 這一塊剛好跟我家是對面 然後就是我家還有旁邊那一家 我們兩家負責打掃 媽媽,我去的年輕一回 媽媽要掃除玄関 OK? 哎! 哈哈 為什麼不可以 媽媽要掃除 媽媽和 這個是雙腳 腳 欸 媽媽 我最近发现了一款很好吃的牛肉干 然后给姨爷都拿过来了 昨天我发现了一款好吃的牛肉干 这个好吃的 我父亲很喜欢吃 还有中间的牛肉也有 随着吃一口